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时候开始北方的冷高压带下来强的干燥的冷空气 所以晚上的温度的降幅在整个中部以北都是很明显的 要提醒您如果要外出的话 或者明天一大早要出门的朋友 穿着方面都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就来看看礼拜三要出门去 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晚上在零度以下 现在刚刚的观测资料 玉山的温度已经在零下1.8度了 温度形态来说在夜晚时刻 山区都是偏于寒冷的 路面上都会有结冰的状况 那许多的在3000公尺高山的步道 根本连冰都还没退掉 只有白天的时候有点溶 晚上再结冰 所以会变得地面更为湿滑 在山区活动 山区爬山或住在山上的朋友 要特别的注意了 而到了海边呢 风浪的部分已经变小了 因为现在在小浪到中浪 风浪虽然小 但是要特别注意是海温的部分 比较偏低 因为像北部海域的温度呢 现在是18度 可是到了南部地区 像在兰嶼啊 像在墾丁海域的温度 在23度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温度还真的颇凉哦 所以啊 如果你要到海上活动的朋友 要穿的就防寒衣 要不然你就要穿着 要先做好暖身运动 要不然这样的温度下去 很容易抽筋啊 再来 如果你明天外出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沙尘已经进来了 台湾现在上空的空气品质状况 都是在普通快接近不良的状况 因为北方高压 快速由北往南而移动 也把西北地区的蒙古那边的 阳沙现象的沙尘 也带到了这个江南 一直到华南地区 所以我们的空气品质状况 已经在今天的白天 随着雨停了以后 渐渐的变差了 但是天气形态来说冷 尤其在天亮之前 整个中部以北的低温部分在13度 海岸线部分像桃园海边 北海岸或新竹海边部分 就会有在12度的低温 所以今晚的时候 要注意到清晨的温度低 还有哪里会低 云林 嘉义 台南 这叫云嘉南 平原空旷地区 晚上就会有 辐射冷却的作用出现了 天气晴朗 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那什么时候会改变呢 礼拜天 礼拜天华南水气又要再度东移了 北部地区要转雨了 所以未来几天的话 三四五这几天到礼拜六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都还算蛮不错的 但空气品质状况 先从这张图来看一下 可以注意到 目前在北部地区有一点不良 中部的民间要明显 还有南部地区比较明显 外岛的金门跟马祖地区的空气品质 还连澎湖都有点不太好 现在的PSI值都大概在八十左右 到一百之间 到橘色这边已经到达一百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是 这样的空气品质状况 到了明天 仍然是属于不良的状况 因为北方的高压 还是继续带下来东北风 因为这个高压系统 在高纬度地区正在东移 而且很快的速度 由北往南而移动 所以冷空气的强度 源源不断地下来之下 加上晚上的天气状况来说 各地因为天气晴朗 所以夜晚的温度 在北部地区13度 中部地区也在13度 南部地区在16度 温度状况在天亮之前 都是偏于寒冷 不过到了白天的时候 中南部的高温部分 没有今天高 会低一点点 可是日夜温差一算起来 就非常明显 有将近10度的日夜温差 那从微星云图上 也可以看到 封面带已经快速地远离了 而整个封面带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水气的影响之下 在关东地区 日本关东这边也下雨了 还蛮明显的 那我们从这张 真实色彩的云图当中 可以注意到 水气已经逐渐地走掉 台湾上空 随着北方的高压 带下来的强冷空气 使得各地来说 都是天气晴朗 不过我们再来注意 目前在印度洋这边 又有水气在往上送 这个水气未来会 通过清康藏高原之后 逐渐到达四川 云南这边 再形成另外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呢 什么时候会影响我们呢 要等到了这个高压系统 整个逐渐东移之后 高压系统在礼拜二 跟礼拜三的两天晚的 温度状况来说 是比较偏冷 是在13度 礼拜四的时候 温度上升一些 到14度 那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 就差不多是在15度 北部地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温度是慢慢升的 但接着呢 就是西北地区 另外的高压系统 又会再度下来 而这高压下来的时间点 会在礼拜天的时候 所以呢 当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 封面云带要通过了 当封面通过之后 华南的水气东移之下 相对的使得我们台湾上空的 云层发展量来说 主要在中部以北 是比较明显 那南部的朋友 在未来一个礼拜来说 都是属于晴朗的天气 但北部地区呢 就会因为等到礼拜天晚上 华南水气在东移 降雨在增多 下周一的时候 东北季风 随着冷高压的南下 又再度增强 中部以北 就会转为一个湿而冷的天气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天气冷 我们看喔 真的喔 12度喔 13度 这个天气还满冷的喔 在天亮之前 白天大概八九点之后 温度上升 中午在北部地区 跟今天一样 在22度左右 今天是23 明天是22 略降一度 中部地区的温度 在今天是27度 明天的高温部分在25 但是你注意喔 天亮之前的云加南 只有13到12度 南部地区 明天的话呢 只有在恒春半岛有到27 高雄也下降2度左右 而在东半部地区的云层 还是以早晚的时候 比较偏多一些 外岛地区 当然夜晚的温度是寒冷的 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来说 都不会下 所以晴朗稳定的天气 可以持续到礼拜六喔 到了礼拜天的晚上 封面云带通过 周一开始的时候 随着华南云带的冬移 云层发展到周二以后 相对就比较明显 外岛地区夜晚冷 小滴铃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冷川保暖 还有清晨黄昏阳光墙 逆光行车要注意